各位同学好 我们现在要做的课程介绍是普通化学一 本课程是校定必修科目 它的学分数是三学分 开课年级是环工系一年级第一学期 它的前置课程是高中值化学 我们所使用的教材是化学 它是马龙的原著 黄启川、李嘉芬、江仁章、徐文平、黄明星、郑淑华等作者编译 出版社是高丽图书有限公司 如果同学觉得我们所列的课本不足的话 那我们有建议两本参考书目给同学 第一本是马龙原作者是一个英文的作书 那它是Basic Concept of Chemistry 那同样是属于高丽图书有限公司 那同学们如果是选择这本参考书目的话 可以增加它的英文能力 那英文能力如果比较不足的同学 也可以选择东华书局所出版的化学 这是由桑欣福教授沈岳、林文雄等作者编译 我们的授课方式是采用课堂授课、习做练习、再搭配上网路的辅助消学 我们的课程配置有教学助理、一名可以对学习落后的同学 在课后进行个别的加强辅导 我们的授课内容总共有八章 第一章是化学测量 它的内容包括有测量的数值、有效数字、科学技术、质量、长度、体积及温度的测量 以转换因子作单位换算 第二章是物质、质量与能量 它的内容有物质的种类、物质的物理性质及化学性质、密度、能量变化、温度变化与比热 第三章是元素、化合物与其组成 它的内容包括元素的秘密与符号 元素的组成与原子说 原子组质量数、原子量、元素、化合物与其化学式 第四章周期表与化学命名 它的内容有元素的分类 周期表、周期与足、周期表的使用 金属、非金属、二元化合物的命名 多元子离子化合物的命名 非金属、非金属、二元化合物的命名 酸的命名 第五章、现代原子理论 内容是元素的发射光谱、原子的电子模型、现代原子理论与轨域 元素的电子主态、元素的轨域图 第六章、化学键、键的形成、离子的形成、共架键、路易式结构、共振结构、极性、简单分子的构型 第七章、化学反应 包括有化学方程式、燃烧、结合与分解反应、单取代反应、双取代反应、第八章、化学剂量、木耳素、元素的木耳质量、化合物的木耳质量、实验室与分子式、化学剂量、限量试剂、百分产率、化学反应的热能 我们所对应到的学生的核心能力包括有 运用数学、科学及工程相关知识的能力 发掘分析及处理问题的能力 设计与执行实验以及分析与解释数据的能力 理解专业伦理及社会责任 认识时事议题 了解工程技术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 我们这门课的课程目标有 具备观察分类与实验的基本能力 了解化学原理 并以日常生活及工业上的应用实力提高化学实用感 并使学生获得有关化学的基本观念 作为进一步学习相关学科的基础